各位现场的贵宾 在进行第八场预赛之前 主席要先宣布预赛第七场的成绩 正方代表队郑州大学 成绩是1098分 反方代表队淡江大学 成绩是1062分 恭喜他们 紧接着要进行的是 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形象大使彭富翔 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形象大使魏文言 很高兴担任本场比赛的主席 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委员 第一位是中华希望基因发展协会理事长 雷倩女士 欢迎 第二位是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周清明先生 欢迎 第三位是台北大学公共行政际政策学系教授 吴秀光先生 欢迎 第四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所长周少镇先生 欢迎 第五位是冯甲大学公共政策学研究所所所长马燕斌先生 欢迎 第六位是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殷契平先生 欢迎 第七位是官贸网路有限公司董事长何鸿荣先生 欢迎 第八位是福建教育电视台台长孙杰敏先生 欢迎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担任本场比赛双方的辩试 正方是福建工程学院 正方一边外语系08级商务英语专专业姚瑶 正方二边是法学系08级法学专业张池 正方三边是经济管理系06级会计学专业陈贝贝 正方四边是经济管理系06级工商管理专业金哲 海峡两岸英才会 台中教育来相聚 八名宝岛变分采 严环血脉一家亲 福建工程学院辩论队 问候在场各位 反方是政治大学 反方一边是政治学系二年级赵义夫 所谓好久成问敌 反方一边问候各位 反方二边是新闻学系三年级陈思尹 各位午安 反方三边是社会学系一年级张光耀 各位好 反方四边是法力研究所二年级尤轩豪 在场各位大家好 今天的变题即立场 正方 企业用人应以财为先 反方企业用人应以德为先 现在主席正式宣布 2009年第八届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预赛第八场现在开始 首先进行的是陈词阶段 每方陈词时间为三分半 由正方先行陈词 三分钟时会按铃一响 三分半时会按铃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们请正方一边开始陈词 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企业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 而财是指知识 技术经验及能力 我们说企业用人时 应以财为先 是因为财对企业的立足与发展 更为重要 在这个变题中 企业是主体 人是客体 首先从企业来看 社会分工将社会组织分为两类 即非盈利性组织和盈利性组织 像宗教慈善 政府这样为人民服务的 非盈利性组织 在用人时可以考虑以德为先 但企业不是政府部门 更不是慈善机构 而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盈利性组织 营销员让企业广开销路 会计师帮企业管理财务 设计师为企业设计产品 技术工人为企业生产产品 这就决定了其用人时必须以财为先 以德为辅 用人时需看财能不能胜任 然后再考虑其道德辅不符合要求 正因如此 员工考评中 才能占据了高达75%以上的份额 其次 人作为客体影响着企业这个主体做出选择 企业用人过程中 人的行为让我们感到由于德的不义衡量 以德为先难以实行 一方面 一个人的德难以有一个固定的评判标准 孝顺父母是一种美德 但若一个员工私下将公司的资金挪来 赡养父母 这还是道德的吗 另一方面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对比 羊群里有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羊群外有一只虎视担当的狼 何者的危险性更大呢 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同一些员工为了自我发展 把自己伪装成普遇魂金 其危害性之大 也是不言而喻的 德是如此的难以判断 难以辨别 企业用人时又如何以德为先呢 最后 再让我们来看看当今企业所处的大环境吧 今天 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且不说 每年有多少家民营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 就连世界大企也面临着激烈竞争 美国汽车史上 福特启用库子恩成为汽车大王 随后 通用立即启用基隆 才迎头赶上 几败福特 像这样优胜劣汰 你追我赶的困兽之战 无时无刻不再上演 企业发展将何去何从 我只能高声疾呼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 降人才 当今企业 急需各路英才 以解燃眉之急 可能有人不禁要问 是人才 你就敢用 我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 我敢用 只要我的高管 有杰出的管理才能 我的企业有完善的制度 我就敢用 香港富豪李嘉诚 也正是博才天下之常 而为己用 才建立起理事王朝 商场如战场 才是企业在竞争中 功臣拔债的利器 我们也追求德 向往德 但在企业竞争 如此激烈的今天 我们唯有正视现实 用理性的目光 看待现实 以财为先 以德为辅 企业才能飞得 更高更远 谢谢大家 接下来 请粉方一遍 进行纯词 时间一样三分半 有请 谢谢主席 各位好 讨论企业用人 德才何者为重 便因聚焦于 现实的困境 而非天马行空 假设问题 因此 在电脑公司的用人标准 便无需讨论 员工道德 是否会对父母 成婚定型 他的才能 是否精通 情奇书化 这个例子 只会使我们讨论 情志不前而已 第二 命题何以具有价值 便在于分析 企业家实际用人 所面临的两难 当我发现一个使无数机关 航号电脑感染 导致全球数百亿美元 损失的骇客成英豪 科技公司 究竟要不要等待 这个天才厨余 争相网罗呢 作为一个主管 当我发现旗下 胶原李森 用造假手法 掩盖投资错误时 要不要因为他 曾让公司获利 数千万美元而继续留任 倘若 我们今天无法 为企业家解答这些问题 那也只是在浪费 他们宝贵时间罢 今天正方同学 犯了一个 以偏概全的错误 他们只看到 企业专业所带来的发展 就归功于财 去忽视了 专业其实是 得合财缺一不可 大前言一就指出 拥有比国网更高的 知识 技能 道德观 还有以顾客为第一的信念 这样的人 才能称之为专业 因为一个拥有很多证照 就会偷工减料的建筑师 我们不会说 他是一个专业的建筑师 而一个软体千财 就会泄露上市资讯 我们他的专业 也会被我们所质疑 因此 讨论德财 就近熟清熟众 我方加上以下 两大层面来分析 第一 在企业追求 发展的高速公路上 才能就像马力十足的引擎 让企业在市场中领先 而道德则像是方向盘 驾驭速度驶往正确的道路 我们都知道 方向盘跟引擎是缺一不可 但是要论以谁为先 便该看是谁 起着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二十世纪 诺贝尔穷尽一生 发明黄色炸药 却造成生灵涂炭 二十一世纪 核技术高度发展 却使世界高度恐慌 决定要是 遗害人间 还是造福人类的关键 正是道德 正所谓 技术无好坏 用途有善恶 倘若让财能凌驾在 是非善恶的判断之上 人类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第二 盛方同学只看到 财能得意识带来的财源广进 却忽视了旗下隐藏的毁灭危机 施德所带来的 其实是投资失利 更是百年基业的毁鱼蛋 尼克里斯的上司 为一千万美元获利蒙蔽双眼 忽略其账面交代不清的问题 而给他开空投支票 做假账的机会 掩盖他投资错误事实 这个决定 最终导致英国屹立 两百三十多年的 银行龙头霸凌 就此倒闭 经营一元麦克的竞争对手 而美国金融公司的理财专员们 用他们精湛的包装手法 把不能偿还的呆账 转败给不知情的客户 来获取利润 结果呢 引起了次贷风暴 昔日华尔街金融 现在又在哪里呢 而对方便有说过的福特汽车 更是以利当先的典型 在60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汽车业界 为日本与德国汽车 强烈竞争的时候 那时候福特 他们决定要推出一款新的房车 来重长市场龙头 但是在检测的时候 他们发现零件出了问题 这时候福特主管 面临一个抉择 如果要更换 会减少时间 使他们的竞争力衰退 但是如果不更换零件 安全会有顾虑 而福特主管最终坚持上市 因为他们做了成本效益平息 发现在交通意外中 每死一个人 社会损失20万 相较之下 更换零件效益不大 但是这个决定 最终导致超过50个人 死在车里 谢谢各位 谢谢 陈词阶段到此结束 现在进行的是质询的阶段 质询阶段共有两轮 每一轮皆由正方先行质询 时间两分半 两分钟时会按铃一响 两分半时会按铃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们请正方二变进行质询 由反方任选一名选手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请开始 有请队段辩友 您好各位好 您知道资本保全吗 资本保全一种保全公司 对是一种经济学上的名词 那你知道地言所得税吗 队段辩友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大概知道 可见您在会计学上的 这种专业知识 还是具有一定基础的 可见财更具有直观性的不良性 对不对 队段辩友错 企业的效果是得财并进的 得财共创 你不要这么偏心哦 队段辩友我只说财相较以得更好测量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队段辩友您知道 井盖为什么是圆的吗 队段辩友可以再问一次吗 井盖为什么是圆的 井盖为什么是圆 原因是它比较不容易掉下去 队段辩友可能这个创新思维逻辑还有待提高 那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昨天晚上网宴结束以后 我跟我方四边去散步 可是一不小心 它就丢到了井盖里面去 然后我想都没有想就把它救了起来 您觉得我的道德高不高尚 队段辩友你到了还算不错吧 可是队段辩友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他的死活 是因为我的露台许可证 以及刚换了五千台币放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为了自身力才讨厌去救他 您觉得我的道德到底还是高不高尚的 队段辩友但是如果你道德高尚 你不论什么都会救他 你们今天辨识还能完全 但如果你道德高尚 你花的钱不理他 如果不赚的话不理他 我们今天就没有辨识来打比赛 队段辩友不要急嘛 我们其实已经打成个共识了 就是说不能从一个人的行为上 来判断这个人的道德高底 对不对 所以对方辩友唯有你的道德足够 你才都会做好事 对对对对 来解释一下 对方辩友如果他没有欠你钱的话 那你现在可能就没有辨识打比赛 对方辩友好我们进入下个问题不要急 好 请问安乐死有没有违反伦理道德 对方辩友有些人认为有些人认为没有 对那是不是道德标准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和冲突呢 对方辩友我们都知道有些道德大家是绝对会遵守 像你窥空公款绝对不行 对对对 才能也是有 绝对会遵守就是一个大趋势嘛对不对 对方辩友其实才能也是这样子的哦 我是个大趋势那我请你 对方辩友像有些时候电脑公司还是会觉得有些创意人才很重要 对方辩友我们不急不急谈财 我们先谈谈德好不好 好没问题啊 您刚刚分 您方刚才承认说道德标准具备了差异和冲突 那您方在以德为先的时候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冲突的差异呢 对方辩友我方说过有些是绝对不能够去失去的 像职业道德里面窥空公款 对方辩友那摆善效维生我们中国人说摆善效维生这个观点没有错 四个大趋势吧 但是我方一边讲的那个例子挪用公款这样的人你敢不敢用 我方从头就告诉你我们今天当然是职业道德 你跟我说他会那个跟副作好看 对方辩友我知道了 所以我也不会跟你讲要他请及时话精通啊 谢谢各位 接下来是反方二变进行直询 由正方认选一名选手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请开始 对方辩友您好 对方辩友您方刚刚想要说的其实就是才能能够帮企业赚钱 所以只要是人才您方都敢用是吗 如果有个良好的制度的话 对方辩友我们立场确定之后我们来讨论 对方辩友如果假设你是一个银行家假设情况 你今天旗下有个员工 光靠他这一个人就能够帮你的企业获利七成 请问这个员工够不够财 哦如果说他一个人就能这么做是真的吗 很厉害嘛对不对 但是很厉害是不是要有一定的制度去制约他才可以吗 对方辩友我只想问你说这个人够不够财 哦这个问题这样说的话 他应该说具有某部分的财呢 对方辩友赵宁方的说法应该是很有财嘛 那好好回宁方的逻辑 我方没这么说 我方辩友如果这个人能够帮你的银行赚七成获利 你都用他不够财的话 请问全世界还有谁是有财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有财的 如果能帮我获得八成获利的话 那请问全世界有多少人可以一个人 就帮你的企业获成获利八成呢 所以对方辩友最不要再逃避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个人才吧 是 人才可是得才兼备哦 当然有才还不够 对方辩友我们待会再来讨论得才兼备的问题 我现在再问你下一个问题 对方辩友套用您刚刚刚说的 只要是人才你就敢用 所以刚刚这个获利良好的制度下 我们才敢用 所以刚刚获利七成的这个员工 你觉得他很好 你觉得应该继续任用对不对 对方辩友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你了 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 然后我还有这个管理的才能 我才敢用它呀 旁边那个东西都可以继续存在 我只问你说你这个人要不要继续用 应该是要嘛 没关系 应该是要嘛对不对 对方辩友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你了 对方辩友我们说是内控机制都存在 都可以存在 所以这个人要不要用 如果有良好的制度 我又有这个才能去驾驭他的话 对方辩友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这个宁方的想法就跟英国的霸凌银行 想法一模一样 你要说李轩对吧 当时的英国银行霸凌银行是全英国最大银行 他们内控机制是非常严密的 但是最后尼克里斯还是掏空公款13亿英镑 导致他们一戏破产 这就是宁方所想说的人才都敢用吗 这就是我方刚才说的 因为道德不好评判嘛 对方没有进行下一个问题 对方没有进行下一个问题 宁方认为道德能不能赚钱呢 我方看来如果道德看要怎么用了 对方没有您知不知道 东元电机因为创造出有日色节能减碳的冷气 导致他们的获利上升八成 这难道不是道德可以帮企业赚钱的一个显力吗 谢谢大家 好谢谢 接下来是正方三遍进行质询 由反方任选一名选手进行答辩 时间两分半请开始 谢谢主席 对方没有您好 最近我家后院是老鼠餐爵 对方没有您认为我这时候应该养一只猫 还是应该养一只狗呢 对方没有 照我对生物学的理解 两只应该都可以驱赶老鼠 对方没有我知道了 您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来让狗去抓耗子 让猫来帮您家看吗 但是企业可不行 企业可不可能让一个律师去做财务 让一个会计去进行会议 对方没有您刚刚今天这样谈 是谈到了用人另外一个面向 跟今天我们双方去争设的面向好像有差别 对方没有我还没有问问题 好那请继续问 对方没有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去应聘 都是要过五光斩六将 您认为企业对于这种层层筛选 它是对于财的选拔 还是它基于对它得的选拔呢 都有啊对方面有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 保洁公司呢在应聘员工的时候呢 首先要经过简历筛选 第一轮面试 简单能力测试 英文测试和第二轮面试 您认为这五光哪一些是基于对它得的选拔呢 简历跟面试当中一定会询问到 一些它过去在业界服务的表现 或是有没有前科啊 它在法律上有没有犯法 当中可能包含得 对方没有刚才说的是触犯法律 触犯法律那已经是 法律已经是道德的底线了嘛 那是不是想说 如果我方二边呢 今天在简历里面呢 写到说他今天救了我方四边 因为他掉进井盖了嘛 那是不是我就认为说 因为这跟职业道德无关 写进去本来就不纳入考量 对方没有我方说过了 您方刚才讲的东西跟职业道德无关 写进去是这个人本身对简历 该写什么认知不清 他没办法用来评估今天的题目 对方没有那您职业道德如何判断呢 你还没有来到我的公司 我要怎么去判断呢 很简单 例如说以前公司主管的推荐信 他当中就可以写到就是说 过去这个人在公司表现了如何 他是怎么样协助我的 后来我是很舍不得的才把他让出来 那这样就可以表现他过去在这个产业当中的道德嘛 那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如果没有工作经历 以前的主管没有办法写的话 你可以有学校的推荐信啊 这个社会是如果要维持推荐信制度 不就是要测试道德吗 对方没有告诉我是要学校的介绍性是吧 那学校学校能给出我的职业道德的评判标准吗 对方没有我们知道现在竞争是一种人才的竞争是吧 对方没有也是德性竞争啊 人才包含两个面向 有才能也要有道德啊 对那我们知道 现在呢那个当时呢 苹果公司曾经动了两百万的美元重金哦 聘用了销售人才思考力 您觉得苹果公司之所以愿意花两百万美金去聘用思考力 必然是这个人得才兼变 时间到了吗 现在由反方三变进行质询 由正方任选一名选手进行答变 时间两分半请开始 大家好 对方没有您好 您好大家好 请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哦 假设现在我有一个高超的核子能技术 我却把它用在毁灭啊 屠杀战争 不把它用在医疗技术 像是核磁共争或化疗 造福人群 对方没有 你觉得是因为我道德不够 还是我才能不足呢 这一点啊您是道德不够 不过你要清楚哦 这是社会的德和企业 用人的德是分开的 对方没有我们了解一件事 因为我都知道 其实才能这种东西很中心 有好的方向坏的方向 当事人的态度 只有道德才能够引你的好的方向 好对方没有我们进去下个问题 好没关系 那我们进去下个问题好了 好 道德不够你能不能承认啊 其实今天企业用什么人 他就会做什么事对不对 嗯那要看企业用的是什么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道德不够 其实很多跨国企业啊 今天举Nike公司好了 他赚很多钱 有很有才 可是他选了一个印度的总裁 他在那个印度里面压榨劳工 或许他赚到了钱 可是也破坏了印度的社会 道德不够 重新让你再选一次 你是Nike的老板 你又被开除那个人 我想印度的那个总裁 是因为他的管理才能不够吧 对吧没有 我换个简单的问题 问你好了 道德不够如果你是总裁 我让你再选一次 你要选择的是一个 破坏印度整个环境的人 但他赚很多钱 还是赚比较少一点钱 可是他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安定 也不会压榨印度的劳工 对不对你选择要选哪一个 我想我会选择一个 管理才能非常高的人 他有长远的目光 是好对没关系 好的我们下个问题好了 道德不够啊 您方认为啊 其实今天法律 公司规范可以规范一个人的道德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不去注重 对不对 公司的制度可以规范人的行为 对不对 请问一下 法律有没有罚一个道德 一个才能不足的人 法律会不会去罚 你才能不够我要罚你 会不会 什么 对不对 法律会不会罚一个才能不够的人 法律不会管这件事情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往往其实在社会之上 法律我们越重视的东西 法律往往越多惩罚 社会往往越多规范 这不就是告诉我们 德会被罚 财不会被罚 不就告诉我们德比财更重要吗 对不对 您是在告诉我说 法律能够约束人的行为 德也能够约束是吗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讨论更实际的地方好了 对不对 更何况 法律实务上 对不对 你们有听过什么叫做 钻法律漏洞 例如捐款潜逃 对不对 你不知道怎么法律 用社会 用公司规范去规范 已经一个不在乎 违反公司规范 法律的人呢 对不对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问题 第一 企业制度可以规范人的行为 可是有人捐款潜逃 新框下公司有制度 法律有规范 还是有人捐款潜逃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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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阶段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小结 每方将派选一位选手 针对之前质询答辩的内容 进行小结 时间两分半 先由正方先行小结 两分时会按铃一响 两分半时会按铃两响 并请停止发言 我们现在请正方任选一名选手 进行小结 有请 其实今天对方便有两点担心 他第一点告诉我们说 因为这个德对于财有引导性 就像那个方向盘 对于那个汽车 相较于马达 它有那个引导性的作用 所以Nike公司这个财 没有用到真正的实处 所以去压造劳工 创造一些不好的社会效应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说 这样的事件的发生 不单单是企业的问题 对方便有今天把法律制度的漏洞 问题的错误 归结于企业本身 如果我们的法律制度 如果我们的法律制度 它完善的话 这样的问题 我想是可以解决的 对方便有讲到 这引导性的问题 那我们想 法律以及公司的归章 就是干什么用的 当时西游记里 那个法律无边的 如来佛 他不是挑那个 顽劣本性的 那个孙文君取经吗 他到底是看中他的才能 还是看中他 顽劣的本性呢 他为什么不把他 到孔子学院里面去 培养他的两年的道德 控制他这个方向盘 而是要给他戴战 紧固这种强制性的东西 让他去取经呢 其实 对方便有今天担心说 因为一个员工的道德 可能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导致这个企业出现危机 以及一些问题的存在 可是今天对方便有没有 注意到两个问题 在刚刚的咨询答辩中 对方便有承认了 道德标准之间 有不同和通突和差异 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 当我们标准不同的时候 那我们对人的评判 标准的主观意向 就落到了这个用人者身上 那我们这个用人者 会不会因为 个人的偏见 以及个人的喜好 以及一些感情因素 出现的选择不公 不够客观的问题呢 其次 道德标准的不同 还有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对方便有今天 我问对方便有说 如果一个人挪用公款 来孝敬父母证人 该不该用 对方便有说他不用 因为他没有职业道德嘛 那其实对方便有是这样认为说 当职业道德跟社会道德 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们要的是职业道德 而不是社会功德 那么今天对方便有 其实就不是在以德为先 他们是在以限制道德为先 在阉割道德为先 他们在找寻他们需要的道德 这本身可能也许就是不道德的 其次对方 其实道德还有伪道德的问题 我们说 当一个公司的人去应聘的时候 他把地板上的扫把扶起来 于是他被公司录用了 后来出现了什么问题 段伯永也许会说 这样很好啊 这种是道德啊 可是后来的人呢 一进公司不是告诉 不是着重看 我要怎么给评委 展示我的才能 而是看看地板上 有没有丢弃的纸蟹 有没有倒掉有哨吧 这样我们像个演员一样 天天在演 粉丝自己形容内心的邪恶 和那些小小的瑕疵的时候 段伯永觉得 这样的问题 您不担心吗 谢谢段伯永 现在请反方任选一名选手 进行小结 请 各位好 今天对方便有的论证逻辑 非常的简单 就是因为企业需要赚钱 而人才能够帮他们赚钱 所以他们人才都该用 让我们来想想看 是不是所有的人才 都可以帮对方的企业赚钱呢 我刚刚直询的时候 提出了尼克里森的例子 尼克里森是任用于英国最大的霸凌银行 这个霸凌银行有多厉害 他连英国皇室都要跟这个银行借钱 他的气力也在英国有两百多年历史 最后因为这个霸凌银行 任用了尼克里森这个交易员 这个交易员怎么样 他非常厉害 他一年光靠他这一个人 就可以帮这个老字牌的银行 赚七成的利润 所以对方的便有 所以对方便有的想法 跟霸凌银行的想法一模一样 认为这个人才不该失 不该失 所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即使他的交易的金额 有所模糊的时候 仍然适用 所以最后霸凌银行 被尼克里森偷空了14亿英镑 这个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一夕破产 只用一块钱卖给竞争对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人才真的能够帮对方便有的企业赚钱吗 显然是不行的 这时候对方便有又尝试想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还是有法律 还是有公司内规在管这些事情啊 让我们试想 请问哪一个国家的法律 是完全没有任何漏洞的 哪一家公司的内规 是完全没有漏洞的 这个霸凌银行 屹立英国两百多年 是英国皇室 连英国皇室都要跟他借钱的 这个银行 难道他们的内规机制 不严密吗 难道他们的内规机制 不完善吗 但是仍然会有像尼克里森这样的人 他们会去操弄那个漏洞 甚至是 就像去操弄那些主管 因为要以财为先的这个心态 所以掏空了公款 所以对方便有 宁方还要再如何论证我们 就是 以财为先是可以的呢 再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就算以财为先 他们的内规 帮他们抓到的人 请问 尼克里森被抓到之后 这个霸凌银行已经破产了 这个霸凌银行的损失 谁来付 尼克里森吗 不可能嘛 对英国社会的整个经济 这个责应该谁来付 尼克里森吗 当然不是 第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道德也可以帮企业赚钱 我方刚刚直询的时候 提出了东元电机的例子 他们因为想要节能减碳 发展出一个绿色概念的冷气 所以帮他们的获利成长了八成 这就是一个道德可以赚钱的例子 再来对方便有直询我们是 道德没有办法评断 不是 对方便有我们要想想看的是 当一个企业在用人的时候 他面试有多少关 好像澳美广告公司一样 他们光面试一个人 就要花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 评判你每个言行 谢谢大家 小节阶段到此结束 现在进行的是自由辩论阶段 每方各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两队分开计时 三分半时按铃一响 四分时将按铃两响 此时这一方便不得发言 自由辩论的发言顺序为 当一方发言完后 就由另一方进行发言 不可同一方连续发言 现在我们先请正方发言 请 谢谢主席 首先我想为我方前面的三位辩手 伸一个冤 我方的逻辑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对方也不要把原先挖好的坑 我方不跳再反过来 套到我方身上 我想请问对方便有一个问题 商场如战场 那么对方是如何看待 无伤不坚这句话呢 对方便有 就是因为如战场 战场上最怕战前倒戈 反而想 对方便有 今天才能始终是中性的 我们要指引他 到底是要加强才能 还是加强德性呢 对方便有 我就不懂了 你要加强德性 你要怎么加强呢 就像对方 刚才回答我 大学生 他的介绍信 要由学校来给 对方便有 告诉我们是职业道德 学校怎么对我们的职业道德 来做出评判呢 对方便有 所以重点是 看到员工有问题 你要当机立案开除他 倒想请问对方便有 叶温在与三浦将军 截斗之前说过 练武可以强生电梯 也可以七零弱小 那各种差别 究竟是武艺的强弱 还是武德的高低呢 对方便有 今天说来说去 还是在说道德的引导性 做得吗 我在小节中 已经解释给对方便有听了 对方便有 竟然谈到巴林 还能高管出现的问题 那我请问对方便有 这位高管 他是怎么样 通过一些考试 而成为高管的 对方便有 这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高管 正是因为他方 就像林方的概念 以财为先 所以他就可以成为高管 倒想请问你的 就是说 到底技术是中性的 才能才是有方向性的 那林方要如何有一个中性的东西 是驾驭一个 有方向性的东西呢 企业制度是干什么用的呢 企业制度可以规范人的行为 请问对方便有了 企业破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对方便有 企业当然有规范 可是对方规范有漏洞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预防 是不是也要靠道德预防 对方便有 我换个例子来告诉你好了 对方便有 比较贴近 我们都有口才 我们口才不错 可以像我们这样打辩论 然后也有人口才不错 可以去诈骗别人的钱财 对方便有 其中的原因 到底是他才能太低 还是他德性不足啊 首先我来回答对方便有 如果说真的因为法律有漏洞 我们就不应该去完善法律 而是靠自律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法律词连 为什么越来越厚呢 对方便有 法律要完善 道德肯要加深 所以从上述的例子 对方便有 不敢正面回答 完全发现 今天才能再高 可是福祸难料 唯有增强道德 才能够让我们的才能 用在正确的方向 请问对方便有 是照您方的观点 是不是只要员工有才能 就是企业的获利保证呢 对方便有 当然不是啊 但是啊 如果一个员工 他目不思定 他怎么为企业牟利呢 对方便我是不明白 您告诉我 以财为先 所以导致了理生的问题 那以德为先 您如何去评判 当时理生的职业道德 不符合呢 所以对方便有 我们知道财德兼备 重点看谁有指向 请问对方便有了 安农财务长 他是全美第五大系列财务长 如此有才能的人 但是他去用他才能 掏空公款 这样的人怎么帮你赚钱呢 其实对方便有 还是在割裂道德跟财能 他说有财能 没有道德不行 同样我方也可以举 非常多的例子告诉你们 有道德没财能 也是不行的啊 错了对方便有 我方想要告诉你 正是因为现况下 有非常多的企业 他们都愿意 任用道德比较低上的人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企业 会任用完全没有财的人 所以我方正是想要 跟你讨论现实情况 好吧对方便有 您以德为先 我想请问您 您如何评判一个人的德呢 对方便有 就像我刚刚小杰的时候 所说的 其实面试都有非常多关 面试的时间非常长 甚至主管可以打电话 回你的学校 回你上一个公司 去询问他的言行 这样还不能评判 一个人的德吗 对方便有 那您方可以测试德 那为什么巴林 银行的高管还能够通共层层测试 走向高管这个职位 是不是以为他的测试才能不够啊 对方便有 如果巴林银行今天像我方抱持的理想一样 应该以德为先 巴林银行如今仍然屹立 那个人也不会爬上高位 那个人之所以能够爬上高位 是在他任用之前 他拍着胸脯说 我的德有多么的好 可是最后啊 他就是伪道德 最后导致了企业的破产 错了对方便有 我正是想告诉你是巴林银行所秉持的概念 就像您方一样的以财为先 所以导致今天巴林银行的崩盘啊 哦我听清楚啊 对方便有说来说去不是在说理生的错 是在说巴林银行的制度不好嘛 我倒想请问对方便有了 我们说啊 每个行业都有其精英 那么这个精英到底是因为他财特别的拔金 还是因为他的职业道德特别突出 而被称为行业精英了呢 对方便有你的财能更可怕 如果让那个人财能越来越强 让他去用去专法律漏洞的话 你的再好的法律技术都没有用 我想再强调一遍 我方刚刚桑便说的意思就是一句话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我们谁听过三百六十行行出圣人呢 对方便有我们当然不是要求每个职员都要当圣人 而是每个职位都有不同的道德需求 所以我们应该讨论应该是职业道德 而不是去路边会不会采花朵这种小道德嘛 对方便有宁方今天说宁方需要的是职业道德 那是不是我为了职业道德 我就不要有爱老婆的知心 我就不要有孝顺知心 我就不要有怜悯知心 那宁方是不是在阉割道德呢 对方便有就像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会问宁方的企业人才要不要用 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的人嘛 所以我们不讨论职业以外的道德或才能 对方便有道详请问你了 宁方还是没有回答我们 对方便有另外一个问题好了 对方便有律师李伟杰他靠着他的才能 他居然套空了全台湾第一家大律师事务所的三十亿员 导致他们倒闭 对方便有这样没有德有才的人 宁方敢不敢用 宁方是在谈无德有才吗 我们今天不是割裂来看德和才啊 请问对方便有了 MOTO公司啊 他设立了一所MOTO大学 他是专业培养各类应用技术型人才 但是他为什么不把培养方向定义在德域上呢 对方便有我方绝对相信 那家大学当中一定也有品德教育 但我想刚刚告诉宁方的是 到底在今天才能 到底在今天缺德的姑息 逐渐腐蚀公司的内部的时候 才能到底是公司获利的保证 还是压垮公司的最会跟稻草啊 原来那公司不要才能了 只要开展德域培训就好了 对方便有企业的成本可是有限的 对方便有认为企业的成本应该花在道德培训上面吗 那还要学校做什么呢 对方便有我想说的是 因为宁方的立场是以财为先 以德为辅 当财跟德发现冲突的时候 宁方的德就退让了 所以宁方就会继续任用尼克里森或是刘伟杰这样的人 导致宁方的企业一夕崩盘 但是我方虽然没有办法短期之内赚向宁方那么多钱 但是我们慢慢赚慢慢赚 细水长流 霸凌银行在我方的情况之下 今天依然屹立 我想请问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的细水长流到底要留多长呢 到底要留多久呢 几百代几千代几亿代以后 或许我方能够沟通宁方的观点了 没有所以难道宁方就希望这间企业 赚了一年前就是倒闭放任他不管吗 道乡群众没有是刚才我方提出了 可口可乐在印度超抽地下水用虐待员工 如果你是可口可乐老板 到底要不要开除那个地方的总裁 好对方便有 您现在到底讲的是职业道德还是社会道德呢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德很重要 那么对方便有 到底是德在推进企业的进步 还是才在推动企业的进步了呢 对方便有当我是一个工厂的老板的时候 我把工业的废水排放到外面的时候 这难道不是一个职业道德吗 所以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 破坏环境就是一个职业道德缺乏的一个情况嘛 我现在很想请教对方便有对方定义的德 究竟是职业道德还是社会功德 对方没有当然是职业道德 作为一个职业难道您方认为 会计是在做假账 或是说我作为一个劳工团体 我作为一个公司 虐待自己的劳工 这个时候叫有职业道德吗 对方便用进去说话还是说句 还是在隔类这个问题 我方今天的利润是告诉大家在财德 我们都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 以合者为先为合者是最优解 我们今天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企业只要解决问题 那德具有那两点 标准性和伪道德性的问题 您方怎么解决 对方便我只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拉小婷是不懂财能 那电脑公司要不要请会拉小婷的人 所以说才要根据不同的财能来安排不同的岗位嘛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会计做假账很危险 当然是这样啊 对方便我是学会计的嘛 但是我们知道会计上岗 要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而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 首先要通过职业能力测试哦 那么是不是说 只要通过职业能力测试的会计师 他职业道德就没有问题了呢 对方便有说得很好 不同的职位有不同的财 所以不同的职位需要不同的道德 法官的道德跟老舍道德一定不一样 所以我们讨论的意志都是在职业道德 好 请问对方思辨一个问题好了 您喜不喜欢金钱的美女啊 对方便有 我喜不喜欢是我的事 您刚刚赶快回答 如果您是可口可乐的总裁 您要不要开除印度地区的总裁 那这是印度地区的自助的问题 我想如果今天对方便有 他说他如果他喜欢金钱的美女 如果在广大评委中 他不敢讲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掩饰自己心中的邪 而我们会告诉大家 我们重视的是事业和婚姻啊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原来他谈的是职业道德 但是职业道德怎么判断 对方便有始终 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标准和可行的方案哦 对方便有今天移植 在割裂得和财 谈的都是有财无德或者是有德无财的情况 谢谢双方便有 最后是总结存词的阶段 每方各有四分钟 由反方先行总结 时间三分半时会按铃一响 四分时会按铃两响 现在请反方四遍进行总结存词 有请 谢谢主持人赞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对方便有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 犯了两个亡善论的错误 哪个两个亡善论 对方便有总是认为 只要这个国家的法律完善 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对方便总是认为只要科学完善 对这个社会的造成影响 一切迎刃可解 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里 讨论这个题目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很多地方 它是有漏洞的 所以说我们才会让大家 基本上即使一个国家有法律 即使一个公司有内规制度 我们也希望在品德教育上 在员工道德上继续加强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完美 如果对方便有总是要站在一个 完善论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话 那很多问题根本不用讨论 所以当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今天对方便有另外要站在 另外一个问题告诉我们是 今天他方想食物的讨论这个问题 什么叫食物 他方认为所谓的食物是指 因为得太难检测了 今天得太难理解了 他方便有不断认为 在今天公司所有面试 跟真材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都能够轻易的检测出才能 所以这时候得就不重要了 没有 完全错了 今天越是我们难检测的东西 有时候他显得越重要 当他今天的效果重要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考虑 到底在前阶段的时候 他方所谓食物上 到底是容易检测还是不容易检测的 今天在我方想强调高代价是 如果今天公司愿意以得为先 他就可以设计出更多的制度 透过更多的时间 去了解一个员工 他的得到底如此 就如同荀子也说过的 数证则心顺之 因为今天我们如果慢慢的去了解 他做人处事行为的话 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 这样怎么叫做检测不出来呢 所以今天在东方便有讨问 这个题目的时候 已经偏离的情况底下 我方想把这个题目拉回正轨 想告诉大家的是 今天企业用什么样的人 就做什么样的事 东方便有意志认为 为什么我们要去逼问 他们有关 不管是可口可乐在印度的作为 还是Nike公司在印度的作为 东方便我都不愿意正面回答 原因就是我非常告诉大家的是 一个企业用人 完全彰显出了这个企业本身的价值 如果今天一个企业他认为 我在别的国家 只要法律有漏洞的时候 我就拍一个最会钻法律漏洞的人 去别人的国家恶搞 反正只要能为我谋取暴利 在那个地方 又能够钻到法律漏洞的话 这种人叫最有才能的话 在他方的立场之下 他方很愿意派这样的人 去别的地方进行 反正只要我能为企业 带来大比大比的利益的话 有何不可 可是在我方的观点下方 就会认为不对 这样子的人他愿意帮你做坏事 有一天就有可能过来烦腰你一口 就是所谓的挣钱倒戈 如果他今天在印度那地方 推荒洞的话 你也没办法控制他 所以我方向告诉大家的是 不管是对企业本身而言 还是对社会大众而言 这样子的人都是不可取的 今天我方向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站在今天这个题目 应该站在社会大众 跟企业共同的立场来看 今天企业终究是社会的一份子 如果今天企业 不能跟社会互利共生的话 那企业不能够有幸发展 社会也不能够 所以今天我方向告诉大家的是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来看看现实的例子吧 北京同仁堂 在医疗进步现代的社会当中 之所以能够屹立不摇 难道依赖的只是 集贴祖传药方吗 我方认为 他们挂在门前的祖训 炮制虽反 必不敢减物力 品质虽贵 必不敢减省人工 就已经告诉我们 他们的企业道德在哪里了 反观 但我们今天看到 同样是在大陆的企业的时候 我们看到三路集团的时候 难免唏嘘 原因是因为 当今天过去 文明中外的中国妈妈 今天变成了婴儿杀手的时候 当过去企业宗旨 为人类健康营养 而不断进取的宗旨 还言犹在耳的时候 可是他们的企业道德 却已经丧失了 对方病友 当然适者一役 可是如果今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能够为三路决策的话 您方到底是要聘请 为更有才能 能够帮三路掩饰 三菌清安事件的员工 还是因为虽然才能一般 却因意认真 把三菌清安检测出来的员工 对方便有游宁告诉大家吧 现在请正方思辨 进行总结成词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我想首先回答一下 对方刚刚慷慨 这样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三菌清安 其实也是 对方今天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 才如果比作一种何能 它的负面效应 它的破坏性 究竟会怎样 不可否认 任何一样高科技的发展 它的最终结果都有可能存在 极其可怕的一个极端存在 可是因为这样 对方难道就要让所有的企业 让大家因噎废食吗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将会享受不到电灯 我们将会享受不到核电 带给我们的一切一切 再者 对方便有也强调了 企业道德的这个问题 在今天的变题当中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并且承认了 德是职业道德 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逻辑 并且很清晰的情况下 对方便有优势如何去强调 宁方利论当中 关于何能这一系列 对于社会功德方面 造成的巨大危害呢 那这样的利论 是不是有一些混淆不清 那实在是让五方 很难很难认同 宁方的这个观点了 再者 对方便有说到 企业道德当中的 最根本的德 就是职业道德 那么我想请问 在场的各位了 企业需要怎样的能 需要怎样的人 为企业呢 职业道德 爱敢敬业 这固然是这样 那么这样 是不是会和我们 中华传统当中的 很多很多 进行一个道德 评判上的 分凡性的难以权衡呢 那在这一点上 对方便有却没有给大家 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怎么能够 做到以德为先呢 那在做不到 以德为先的情况下 为什么又要要求 企业用人 应该以德为先呢 如果说 仅仅把这个 作为一种 我们需要倡导的 理念和概念的话 那么我想请问 若160亿光年之外的 可能有一个叫 金河系的地方 可是我们看不到它 我们触摸不到它 我们感受不到它 那么这样的地方 有再多的能源 再多的资源 我们可以拿来挤用吗 那在今天这样一个 入世意味极强 并且以企业为主体 以企业为本质 来探讨的这个变题 还有它探讨的必要性 和意义存在吗 其实我方今天真的 并不是像对方所说的一样 一直在强调一个 财的重要性 我方一直都有强调 德也为辅 德也在企业用人过程中 不可或缺 那么在这二者的权衡比较中 我们给出了一个 很显而易见的评判 那就是德 真的是很难以去评判 很难给我们企业指明一条 能够双脚 坚实踏上去的道路 那么在没有路的 空中楼阁当中 对方便有需要怎样 用林波微步迈过去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又要给企业 用人给怎样的良性倡导呢 其实今天对方刚刚说 我方有两个完善论 我实在是不知道了 在我看来 我方实际上是要强调 德的三个缺陷论 第一了 德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缺陷的 他的男评判性 纷繁性 伪装性 都有存在的可能 换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位笑脸迎人 并且非常的可爱的女生 可是我们怎么就不知道 她的背面 或许是青面獠牙 包藏祸心呢 或者我们还可以看到 对方便有强调的职业道德了 那在有一位 忠于职守爱感敬业的人 那么当她出现了母亲病危 她是否需要离感 然后来伪装 不是 不好意思 来表现她的孝心呢 那这两者之间的这种纷繁 又如何去取舍呢 再者还有一种处于灰色边缘的人 她自己都不知道道德 那又如何让企业知道她的道德呢 请停止发言 谢谢 在精彩的总结成词后 主席在此宣布 2009年第八届 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预赛全部已经结束了 那再一次热烈的掌声 谢谢两岸优秀的辩识 以及辛苦的评审委员 还有许多工作人员辛苦的付出 谢谢 最后一场比赛的成绩将在稍后揭晓 请大家稍待片刻